2月份上升指数上涨13.79% 是自2015年5月份以来 录得的最高单月涨幅 行情如火如荼 各个板块依次轮动 我是国泰均安 蒋亦凡 从3月1号开始 每天带你看一个板块 今天我们就来重点梳理一下 银行股 银行板块自年初以来 最高涨幅达到了17% 在28个一级行业当中 排名第20 银行板块虽然说涨幅不大 但是今年的表现非常地稳健 上涨的逻辑主要是这样几个 那么首先第一点 是在1月份 全市场业绩出现 大面积暴雷的情况下 由于银行股业绩非常地稳定 因此还是受到了一些 保守型投资者的青睐 那么第二点 随着货币政策的不断地放松 尤其是连续降低 存款准备金率之后 预计今年银行的资产规模增速 会比去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高 虽然说由于利率出现了下行 但是今年银行的整体的盈利情况 预计还是比较乐观的 银行在今年接下来的时间 主要的看点是这样几个 那么首先第一点 在1月份天亮的信贷放量之后 整体的货币政策 会逐步地从宽货币 向宽信用转移 对于下游而言 经济基本面会得到一个 非常明显的改善 不管是资产质量也好 还是资产增速也好 那么都会得到好转 全年银行是一个盈利非常稳定 非常确定的一个板块 对于保守的投资者而言 那么尤其是对于追求 分红收益的投资者而言 那么银行板块 无疑是在今年的行情当中 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我是国泰均安 蒋亦凡 从3月1号开始 每天带你看一个板块 未经许可其实对于 你 Ak Ros Hill motor分ہ 还没时间 transferring